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来说说小苏达和泡打粉的区别 讲到它们俩用松饼的配方来给大家解释就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先看一下小苏达 小苏达是碳酸氢纳,遇到热会发一次泡 遇到酸会产生很多的气泡 在没有泡打粉之前,通常是用小苏达 加上另一种酸性的材料作为发泡剂的 在传统的松饼制作中,这个酸性的物质就是白脱牛奶 它是生产黄油的一个副产品 它的酸性是通过发酵产生的 所以你看到一般经典传统的松饼配方里,都会用到白脱牛奶 因为它确实比较糟 干性材料混合 最后加的这一小勺是小苏达 加入鸡蛋 黄油 和白脱牛奶 粗略搅拌之后呢,是稠稠的,可以流动的 有这个流动性呢,煎出来的饼就是圆的 薄薄涂一层油就够了 咬面糊的这个是四分之一杯小勺 翻过来之后呢,你明显看到它鼓起来了 烙熟出锅 看一下里面 非常多的小气泡,软软的 它有发酵牛奶带来的特殊风味 所以很多人是很推崇这种传统做法的 刚才这个配方中用到的白脱牛奶 它的酸是发酵产生的 它是一个变量 它受时间和温度的影响 所以它产出的气泡也是不稳定的 而且发酵需要时间 为了缩短时间,并且保证稳定的效果 有人就提出可以按照比例 给小苏打里面加入一定量的酸性物质 不仅简化了过程,而且发挥稳定 泡打粉的概念就这样产生了 所以泡打粉是小苏打和酸性物质的混合 它本身就可以发泡,不再需要其他酸性物质 为了避免酸碱,遇到空气中的水分提前发生反应 里面会加入一些玉米淀粉 而我们现在用的泡打粉一般都是双重发泡 它溅水发一次泡,加热之后再发一次泡 你看到的这个实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的松饼配方,我用泡打粉和牛奶再做一次 用泡打粉的配方是最常见的 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快手的一个制作方法 泡打粉完全胜任它的任务 唯一缺失的就是发酵牛奶给这个食谱中带来的特有风味 简单总结一下 小苏打是碱性,配方中需要酸性物质和它反应发泡 而泡打粉是碱和酸性物质的混合物 直接就可以用来发泡,不需要再加入酸 谢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高姐,我们下集再见